22岁姐姐因不抚养两岁弟弟,被父母告上法庭,父母居然胜诉了,为啥生二胎,原因有千千万万,给老大找个伴儿,是很多家庭选择要二胎的重要原因之一,但给老大找个伴儿,也得看实际情况,如果两个孩子相差20岁,恐怕就不是给老大找伴儿,而是给老大找麻烦呢。 近日,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官方账号上有这样一篇文章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,事情的梗概是这样的,一对靠低保生活的夫妻生下了二胎,抚养二胎几年后,因身体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,无力抚养二胎,便想让22岁的大女儿莉莉来抚养,莉莉很懂事,也很勤奋,在上大学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靠奖学金和助学金来解决的。 现在莉莉毕业了,准备通过努力开始新的生活时,父母却将弟弟托付给她,为此莉莉与父母大吵一架,她认为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孩子,就不该把孩子生下来,凭什么要自己养? 于是,父母一直诉状将莉莉告上了法庭,最终法院判父母胜诉,莉莉作为姐姐要抚养弟弟。